阪桥西昆社区发展协会举办共餐 但这天的菜色真的大不同 新北市政府种在市府八楼露台的蔬菜 在市长朱立伦采收后 产地直送到这里来 由大厨来料理 绿油油的韭菜两三下大火翻炒 炒韭菜的香味扑平而来 还有这一道柚咪咪的地瓜叶 赶快请阿公阿嬷来吃看看 种在大楼楼顶的菜有什么样的好滋味 今天采收了五样蔬菜 包含空心菜 韭菜 还有茄子 还有珍珠菜 还有地瓜叶 我们希望这些都是不撒农药 都是天然肥料的健康的一份爱心 我们把它送到西昆地区来 希望提供给这些老人家 在共餐的时候来享用 希望这个利人利己利土地的一件好事 我们的爱心能够送给老人家 能够平安健康如意 过去共餐当然也有地瓜叶 韭菜这些蔬菜 可是这一次吃到的 可是有节能减碳 可食地井效果的绿色菜园 而且还是每天公务繁忙的 公务人员所栽种 市府生产蔬菜 产地直送的心意 真的很让阿公阿嬷感觉好贴心 今天特别要感谢我们市府的秘书处 我们同仁自己种了 这个可食地井的这些有机蔬菜 那把这样的成果 也跟我们在地的长辈一起分享 那让长辈跟我们的市府的政策 相结合 相信这些长辈吃得健康 活得快乐 这是我们新北市对长辈健康鼓励 一起来延续 让长辈越来越幸福 西坤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永玉表示 社区举办公餐 有时候志工或是长辈 也会带私房菜来分享 很意外没想到的是 市府带他们制产的蔬菜 来让他们共享 而且分量很多 一餐吃不完 还可以多吃好几餐 让引发长辈听到 更是称赞市府的用心 中间新闻的六流樊刚 板桥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